这药面给广告 不是 这没有 我随身带着这个硝酸肝油 干嘛用 不是 我在咱这说过 我就是前两年闹过这个心脏病 一边心脏神经病 就是反正香港医生 香港医生给我的 就是所以我得 我整天跟那个身边人讲 就这哪天我要是倒了 你知道吗 一卷记得 开盖拿出一片 放在我舌头底下 喊 就是硝酸肝油 你知道 不是做人工呼吸 对 你说这事 他吃大灰了 这个美国心脏病的 那个医学杂志讲 87.7%的心脏骤停事件 发生在医院之外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 戒甚恐惧 就是你看看 光我身边的同事 有一个司机还跟我特别好 咱们深圳这边的 还有一个另一个同事 就这些年 都是 有的是这个心梗 有的突然中风 我有一个同事还真是 就是挺感人的 最后大家分析 他的那个情况是什么 正在马路上开着车 他肯定是觉得不对了之后 他还勉励把车停在了路边 拉了手杀 人才走的 你说是吧 人有不同的突然的出死 都是悲剧嘛 可是咋如发生在某个时间点 你会特别觉得悲伤加悲 这种很多这种朋友的例子 其中一个是我在工作的地方那边 有个师傅的水电技工 非常老实的 我家大大小小的事 我都找他来帮忙 然后后来一天 那边的office 办公室的人通知我 那个很秀巧 跟我一样叫阿辉 他叫我阿辉伯 我叫他阿辉仔 现在很像了 反正他说 他过去了 走了 我说怎么搞的 我刚才五十出头 对啊 昨天死在家里 他就初始 五十出头算是好 可是他就是以前离婚 然后两个小孩分了 太太照顾一个 他带一个 很辛苦的前线的工作 基层工作这样带 把女儿带大了 然后大学毕业了 然后还策划好 六月毕业 八月说我要报答父亲 带父亲 一辈子没有出去旅行过 然后去安排了去曼谷旅行 然后就在八月份出发前去世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死 死亡都是悲哀 可是你觉得更强烈的悲哀 而且你感觉是不是说 从一个角度看说 他累了 他也觉得累了 女儿我把你带大 无责任了 差不多了 我最近走的一位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一个老师 就是他送进去的时候 还有说有笑的 就是跟这个医生还认识吗 还在讲话的 然后当时一个判断说 是小面积的这个心梗 觉得没事 但是往里面就是要装支架 伸那个管子的时候 突然就变成大面积性梗 就后来有一个医生就写 他说因为他是做手术的医生 他说我见过生命的顽强 就有的人你可能都觉得没救了 他还一直活着 他也见过脆弱 就他好像你觉得特别没缘由的 就以为都是可以救过来 就突然就我15年的时候来深圳 我不是看企业吗 我唯一是付费看企业的就在深圳 付了我几万块钱 就去到华达基因 进去进门进去 他们跟我讲基因 院长都讲出来以后 说老师你怕不怕死 挺怕死的 来查一下吧 十万块钱查一次 说给我打六折 花了六万块钱 查完以后我有猝死基因吗 有猝死基因呢 我都是猝死基因 猝死都是个基因呢 就是四个字叫猝死基因 我的天哪 就花了两个多月以后 那现在查一下 他可能花几千块钱吧 那我这瓶送你了 不会不会 小波老师 百岁成立有一瓶 小波不能这样讲 你这样讲更难上市 对对对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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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有什么关系 你有讲 小波太有牺牲精神了 他跟我讲什么 你说怎么办呢 很多人是有这个基因 比如说你不能跑马拉松 你不能跑全色马拉松 然后几个呢 第二呢 你不能打拳击 比如说你去练拳击 这是不行的 第三个呢 不要去增伤拿 哦 还有几条 对 好些人是增伤拿的 他去激烈运动 激烈运动 不要去搞这些激烈运动 比如打打网球啊 打打高尔夫啊 打打麻将啊 上上圆桌派啊 都没问题 绝对不会猝死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跟基因相关 他原来没有检测到 不知道 那像我们知道了以后 那就我就不去打拳击 不去增伤拿 不到特别高温的地方去 听着跟对孕妇的那种 没有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之前会知道也没有问题啊 不是 我现在这个好多个人健康 我觉得基因检测就挺重啊 但基因检测 它的准确率又怎么样 有东西他说把分比 我花了十万块钱了 你觉得还不行吗 你以为花钱 现在降到几千块了 你看 现在这个个人健康情况 算不算一个隐私啊 能不能知道 现在说啊 就是在日本 发明了一种这个马桶 就是说 它能够从你的排泄物 然后能够马上出来 就是说 你现在的健康状况 说好多公司 就是收集员工的 我觉得很多 马上知道 现在还有那个 国内有一家企业 是做手握的 那里握三十秒钟 他能够给你做个体检报告 一个唾沫 什么滴血 你觉得现在都时髦 我觉得挺重要 现在时髦到日本做体检 就说日本的体检 世界有名的 因为日本是个癌症高发国 为什么呢 因为它老年社会 所以呢 就是现在好多人 时髦到日本 就说据说 把你这个细胞里 恨不得有一个癌细胞 都能给测出来那种 当然我不太懂啊 就它的整个 就是说它的精准度比较高 我觉得现在其实年纪再轻 去做一些基因检测啊 这体检啊 像我一年做一次 你做不做 我还要想 我想加一句 像我抽烟 我肺就做得特别的仔细 对对对 就特别的仔细 对 你准不准 之后就算准了 你如何来处理 如何来对待 你没有准确的 比方说你肺的 有什么基因 这个有什么毛病 你如何来安顿 如何来治你啊 因为你假如那个也不算 不一定构成一个临床的病 可是你车出 那个部分可能特别弱 你要在饮食啦 健康啦 医药啦 你有没有好好准确的处理好 我告诉你前一个月 我忘记那个人的名字 在台湾的 才61岁 突然一发 发现了半年后 三个月后就去了 胰胀癌 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人呢 这是从50岁开始 这是做一个生意 在台湾还蛮有名的 这是提醒你们 小心啊 不要以为年轻的时候 不需要体检啊 要体检啊 然后体检的话 来我们公司 怎么检测这个基因 那个基因 之后他的生意 就是说提醒你 早一点体检 早一点找出毛病 早一点治疗 那他自己做了吗 结果就是啊 他是院长 这是他的生意 我猜他一定会做的 结果他没有检查出来 61岁就过去了 而且看你怎么样 倒过来看 比方说讲到基因的话 有什么出洗基因 我早就知道了 我有 我没有去检查 我凭什么 一毛钱不用花 不用给六万块 我是看我祖父的照片 因为我看我祖父 我父亲的父亲 就是那个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应该倒过来说 我跟我祖父 长得一模一样 祖父不在意的 有时候我就看到 我什么时候拍过 这种黑白照片 其实我祖父 所以就留起胡子了 更像是吧 教族病史是吧 对 我告诉你 我那个祖父 55岁去世 心脏病 然后呢 我祖母 56岁去世 所以呢 我跟我祖父很像 非常像 然后我跟我祖母 也蛮像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隔代遗传 我父亲现在80多了 非常 还算健康吧 那我觉得 我一定是有我祖父母的基因 所以我今年56了 你都下巴子就吓死了 对 小波 我就倒过来看 我就赚到了 因为按照这样的话 我可能应该 55岁就像文涛一样 生不如死 我说 带着一瓶东西 我就不管 我现在过了55了 我就觉得每一年 过一年再一年 我赚到 他的心理自我疗愈 对 我就觉得我赚了 就赚了两年 58 赚了三年 所以我这个人 过了50多了 过了我祖父 不去世的年龄呢 我就生活的越来越放肆 对 咱们可以放肆 义军还要努力奋斗 因为咱们这一桌 最大概率的是你一个一个送走我们 对 你接着说 你刚才想说什么 没有啊 我没有 我就在想 我那天 然后我那个朋友走了以后 我就赶紧上网查 要去做体检 就是因为有些体检 它不是那个单位机构会包的 你要自己去做 我就查好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你有个心理 就是说 你老想延迟 我就 我就已经看好了 但我就一直没去 你从来没做过体检 你为什么想延迟 我当然做过 我不知道啊 就是 我也不是不想知道 你太了解我了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老 其实我 我经常会做一个 就是to do list 那种要有一个做事情的这个清单 这个头等钥匙是什么什么 体检一直 最近几个星期都在我的头等钥匙上 我就一直都没有按下那个键打 那个电话要去做 也是延迟性 跟我一样 延迟性人格 延迟基因 又成人格了 延迟基因 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 但我就放到最后去完成 是有这样的人格 但是 写上栏做节目 我跟你讲 小伯 你说这个 我最近我的朋友圈 我们这个纷纷要改这个基因 就你说这个基因 本来我们也有 就是把最好的苹果留在最后嘛 好的事留在最后嘛 像我爸一样嘛 但是 所以我就觉得 最近啊 因为一系列事件 引起的这个朋友圈 我觉得好像是某种 就是到了一个时候 纷纷的都有一个潮流 甚至我认为 就一下子开始反观自身 就是我们的生命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最近 我们在一块圆桌 就是说了 我就首先号召 我跟你说 买了新衣服 最好的衣服 当时就穿上 你知道吗 你穿上 你就再占便宜了 你就像我 他们就说 我买那个皮衣啊 好家伙 一年前买的太好了 我就留了一年 没穿过 一年后再去看 五折 我为了平衡 我为了平衡 你知道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吗 我又买了一件 他们说 那天那个经济学家说 说你这个也对 实际上成本 平均成本 这样低了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们要认识到生命啊 国家多么希望 你在那里 在流逝 我们好多人的习惯 就是把好的留在最后 可是实际 也许我们从生命的角度 应该想想这件事 你最好的东西 你应该马上使用它 你就在发挥它的价值 你知道吗 你留着 我跟你刚好相反 我现在是 家里面断舍离 都扔光了 我就觉得说 我就不需要这么多东西 反而是 我就留了几件 全中国女生 最会花钱的 那种女生 叫做断舍离 为什么 你看那个柜子 把柜子衣服都弄没了吧 你会把柜子扔吗 你不会 他把柜子再填满一遍 全是最贵的 就是老娘我断舍离 姑娘我断舍离 那花钱可狠了 天天断舍离 你把柜子扔了吗 你肯定没扔 柜子里面再重新再装一遍 过三年 我断舍离 全部扔完 再来一遍 真是 我这里买了好多抽屉在里面 最花钱的就他们这种 我最近反思 但不是这个 我现在越来越珍惜人 倒是真的 就是我以前可能 我老觉得有些事 比如说你跟人聚会 跟人说过什么事 我觉得特别占用我的时间 我老觉得我是一根线往前走 我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目标 我要干嘛干嘛 不要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事 但是我最近就特别喜欢 没事跟朋友在一起 说一些很无聊的事情 我开始意识到 就是说当我有朋友走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 其实每一个人际关系 他们的存在是支撑了我的这个世界 就是你有不同的人的这种人际关系 是你的这个世界能打开多大 一个人走了 我就觉得有一个脚就摊下来了 确实是这样 那不是英国有一个诗人 写的非常有名的那个诗吗 就是丧钟为谁而敲 就是每一个人的失去都是我的缺少 就是这个 其实你想什么是你啊 你是人是整个社会关系的总和吗 所以其实你身边走了一个人 你这块大路就少了一块 丧钟为谁而敲 是吧 他正在为我们而敲 对不对 真的 我觉得现在应该想想 要不说我最近我也是老想 你想我这个聊天聊了就有20年了 我就在想我到底在聊什么呢 新闻也聊啊 经济也聊了 但是又不像人家那些专业的新闻 财经 跟人聊那么专业 后来我想啊 这个我聊的 说一千到一万聊的是人生 但一说 一说这个我是有点害臊 你聊人生家伙就笑了 你是应该害羞 我是应该害羞 因为我们 你是不是应该到了参广告的时间 不是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就跟这个女生啊 主打项目就是聊人生 人生聊不动了才上弗洛伊德 把人家的人生聊成了你的人生 但是当我年过半百之后 我回首往事 我真的觉得最值得聊的还真就是人生 你想想看吧 最值得聊的就是人生 我是真的想过 我刚才为什么笑的有点不敬 可是我必须诚实面对 因为有一回我们去哪里啊 贵州还是哪里拍一个节目 吃晚餐 从吃晚餐到吃完坐车回酒店的路上 吃晚餐大概一两个钟头嘛 坐车也蛮远的路 一个钟头这样 我后来回到家里的酒店房间的印象是说 好像这三个钟头 文涛没有停过一秒钟在讲话 可是他家里讲什么 我完全不记得 因为反正我主要责任就是给反应嘛 他没停过 表情吧 每次他讲完一个呢 大概我也在思考他说的人生的时候 他又开一个话题 家辉啊 又来又来 真的三个钟头啊 我也是实在因为最近找不着女的聊天 只能拉你成熟 我真的 可是话说回来 你刚说什么朋友圈的感慨 好像要赶快先享受等等 我觉得这是生命最难嘛 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是最后 因为你刚谈到什么先后 什么东西啊 聊到最后啊 苹果最后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最后的 所以呢 有了好的 最好的苹果 现在就吃啊 那当然 可是那这样你更要说什么才是最好的 万一你之后没有了 你可以倒过来看 哎 我现在 没有了 就你这样 对 就没有 没有就讲胡子啊 你又 就讲没胡子 我看你没有胡子 很难打 这个人 当然就是 反正我觉得说 与其说什么 这是我个人的 与其考量说 先后 什么好跟不好的 反正来了什么 你知道我如何对待他 你知道如何对待他吗 这是我从小 我父亲就跟我说 他说小时候看命 有个看命的人非常准 他十来岁看命 批他六十三岁没了 OK 六十三岁门前挂灯笼 就说你大概活到二十三 那我父亲工作到五十多了 传了一点钱 从五十五六岁之后 到六十三岁中间做什么 只做两个字 花钱 吃喝玩的 什么去旅游 把钱花 因为他就是这样想 我到六十三我没了嘛 我留在干嘛 我当然把最好的 小孩也长大了 自己独立了 当然他不知道 其实我希望他 留给你是吧 留些遗产 然后然后他花 结果六十三 我父亲非常健康 跑一百米比我快 然后钱没了 就是钱没了 这时候大悲剧 很多钱的时候命没了 命没的时候还很多钱 都要不要把钱 真的啊 小波他六十三 我父亲今年八十二吧 从六十三到八十二 基本上他跟母亲的生活 就是在我的身上 就是我快没命了 你知道吗 后来我告诉你更精彩啊 我父亲他很不服气 活到六十五岁的时候 怎么还在啊 还那么健康 还在广墙看到大妈还会心跳 还说这样 那个算命还在不在啊 他就是不服气 去找算命了 真找算命了 算命不在 原来问了一下算命了 算命的已经不在了 算命的人家人 他去世的时候 算命的人六十三岁死 我说 我说父亲你是不是记错 还是听错啊 他是告诉你 六十三岁我就死啊 我门前挂灯笼 你看不到我 是你人的记忆有误嘛 我父亲真的好多年来 都是告诉我赵家辉 我大概就是六 这是六十三啊 所以就哗哗哗 所以我就有很大的感慨 到底什么叫先 什么叫后 讲得不了 你讲 没有我最近常常跟朋友 分享一个事情啊 我就说我其实对 生死被死这件事情 没有人体验过嘛 对吧 其实好像是苏格拉底 还是谁说的 死跟我们没有关系 就是他没来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他 他来了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对 但是我 我说我有一个体验 是什么呢 是生孩子 因为呢 我有一次 不是有一次 一共就一共就 是疼着死去活来 不是不是不是 那天我进产房之前 那一天呢 我还在那里写 我在写 我在写文章 但那个那一章呢 我怎么也写不出来 我那个题目 哎呀 我就觉得那个结构 我就是不行 我就使劲在那 在想怎么弄 然后我在生的时候 还在想那个文章呢 其实真的 结果呢 等生完了 我才恍然大悟 我说这个话题 我根本不应该写它 就那整个那个话题 我就不应该写它 就把它扔掉了 我就什么都很顺畅了 可以写 后来我当时 一个感悟就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 生的那个过程 其实就跟你 到另外一个世界 一样再回来嘛 是吗 对 不是 我就说 我想说你才发现 不是 这我挺好奇 真生孩子的时候 你觉得 你精神上觉得 到了另一个世界啊 会有 会有 就是那个体验 就是肯定跟你平常 就是说跟你一般的人 没有 疼得丢了魂了吧 有 你 很多人 不在上面喊 说死了 算了那种感觉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会经历过那个以后 因为你的人生不一样了嘛 你才发现原来 你之前执着的一个事情 你花那么多心力的事情 其实根本就不重要 我想说的是这个 就这个事情 你就扔掉了就好了 其实老子有说 养生最重要的 泼汤水不能把孩子 也泼出去 孩子是重要的 不是 我想说老子说 这个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会养生的人 不是说你吃多少补品 你睡觉没睡好 补多少觉 而是说 你根本看不见 那个要死磕的地方 就像刨丁解牛啊 他说这个 或者是在军队里面 那个刀永远 其实他不会 不会磕到血的人一样 就是说 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 要我去消耗我的元气的东西 目无全牛 我都觉得 想得越多的人越死 您父亲活得久 跟他那个心态有大关系 一人五十多岁 已经豁出去的 想干嘛干嘛 他怎么可能死得了呢 他啥孩都没有了 他要换成我死吗 换成我泪死 真的 就算快乐了嘛 我觉得快乐有关系 但是咱们里面 你和这种疑线癌啊 大了呢 病毒被焦虑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是那个杭州建销机场的 那个飞机驾 试飞员啊 那是体格好都不得了 飞机掉下来 去检讨嘛 就关在房间里三个月 回来以后癌症晚期 就没有了 怎么可能三个月 二十几岁癌症晚期呢 就你这三个月时间里面 不断地在想 飞机怎么回事 就就死了 像你爸爸这种 五十多岁开始挥霍人生 咱们可能死得了 他两百多岁好活呢 但是别吓我 他的存款也不够了 马上算存款 跟你讲 这个世界有两个朋友圈 一个就咱们这个悲观主义者 我今天上午在参加 另外一个公司的 一个未来科学大会 那人家谈什么东西呢 谈人到底会活150岁 还是活900岁 那个咱们这儿 能不能过50岁 人家在讨论 怎么过150岁的问题 听说有些硅谷大佬 都已经换了基因换了血了 有一个曲线叫做Donna曲线 就那个Donna公司做的曲线 它是这样的 那些曲线 就里面所有的那个新科技的 人工智能啊 5G啊 什么物联网啊 在那个线上面 那天他们画给我看 2019年那个Donna曲线 最顶端那个 叫云计算 你说吴老师 咱别投了 那个里面都是大佬 吴哥啦 微软啦 阿里啦 都弄完了 那我说这跟现在 最顶头那个东西呢 四个字 叫人类永生 你据你对新科技的了解 有永生 这事靠谱 那天我看那个王石 还还说呢 说这完全都是胡说八道 什么的 今年你看到没有 一个科学 是六月份的一个科学杂志 这个报告 日本人把心脏打印出来了 打印 3D打印 美国人前两年打印出来 但他没办法解决问题 就你血液 心脏 血液会回流嘛 这次日本人是在模拟状态下 心脏血可以不回流了 1904年 库茨威尔学那个 写那个起点临近 他说未来就三条线路 一条叫什么呢 叫人工智能 但你脑子里装个芯片 跟你一去20年 人挂掉了 芯片还在 就是工程学意义上的人类永生 第二呢 叫纳米科学 就是身上的任何机构 都可以被打印出来 第三呢 叫做基因科学 打印出来能用吗 能用 现在什么都能用 什么都能用 心脏都能用了呀 都能用了 费现在不是干费 都打印出来了 那还让人捐器官 还捐什么 那照您说 那还是好让人捐什么器官 现在很贵嘛 现在非常贵 第三就基因科学 就是你基因提取 脑科学基因提取 我今天在拉斯维加斯 有一个80后的 一个哈佛的一个 中国人 一个科学家 他们做了一个产品出来 手断了以后 装一个机器手 用大脑来控制它 跟朗朗一起弹钢琴 这个我好像看过 这个片子 挺好玩的 就是说你还得训练用它 就是你脑子里得有个明确的意念 对 好像是不是说你也不能胡思乱想 就是你得 集中训练 真的有点类似于念力一样的东西 你形成 能触动那个电信号 对吧 其实现在是存钱 其实挺重要的 现在就真挺下一个 它不是也会从十万捡到几千吗 不会吗 我们等着那一天 等着那一天 现在就像青霉素发明一样的 比黄金还贵 过个十年青霉素就很便宜了 现在就那个 青霉素可能还没被发明出来 或者还在实验室里 活着久一点 一斤你想插什么话 没有 我刚刚想说 就是我最近看一个 那个英剧嘛 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女孩 跟他妈讲 她说我要去苏黎市 把我的大脑去下载了 他妈说 你是去安乐死吗 因为一般人不是去瑞士都是去安乐死吗 他说不 我永生了 就是他把他的脑袋整个电子化了嘛 他说我们已过去认为这叫死亡 他说不 这叫永生 哦 我看了那个电视剧了 在那个奈飞上 你知道我最近还 我最近看了个真的 就是纪录片 还不是电视剧 叫这个 如果我没记错的 就是生物编辑技术 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非自然选择 就是有四五级 所以小波这个事还真可以聊聊 他这个讲的 我们电视台的一听就懂 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个技术了 就是你的基因是可以减辑的 是可以减辑 可以减辑的 癌症就是很多 然后这个片子里已经拍了 已经有三亲婴儿了 现在已经有了 就是你看 夫妻两个有一方 有遗传病 不能生孩子 那么现在是什么呢 把另一个女的 然后这个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就是这个 所以但是这个片子 他在探讨一个伦理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说好像是一种 什么蛋白质分子 就是说 他就像剪刀一样 他说可是为什么 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慎重 就是说 问题是人类 现在已经来到了 这么一个门槛上 就是 我们能怎么样改造我们自己 怎么样更好 你知道他这个片子里边 就讲到你这个问题 现在有些大药厂 已经根据这个生物基因 弄出治疗 有些遗传病的药 几百万美元 那有些小孩得这种病 家长真是哭得可怜 没有捐助 你拿那 就说这大药厂 你这么这么没良心 但是药厂 他没办法 他研发经费这么高 所以呢 现在在西方国家 有这么一些志愿者 他们干这个事 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挺悬的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说 我们有志于 不要让将来 在这个问题上 出现富人 有钱的人 他就可以用这个基因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 改造自己 所以他们现在自己 就是说 我们要研究出来 这种技术 让他成为民主的 就是非常便宜的 比如说你在将来 你在7-11里 你在那个超市里 你买几个市馆 买几个什么 你就能弄 然后这个纪录片 然后这个纪录片里拍 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几个小伙子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把他把他那个狗啊 改造成那个绒毛 荧光的 发光的 因为他只要找到这个基因里边 决定毛色毛发 颜色的 甚至他说 哎呦 我觉得这将来太可怕了 就是他们描述 他说现在是什么 你比如说 你想长肌肉 将来的人 你不用去健身房 只要改掉一个 你的基因里边 负责抑制肌肉 生长的基因 你躺床上都能长肉 不是 躺床上都能长瘦肉 躺床上都能长瘦肉 我的天 你说 所以他就说 我们人类现在已经来到 这么一个临界点上 就说这个技术 已经有了 当然很不成熟 现在就是 可是 大家用在治疗上面 是没有伦理问题的 你在用在 比如说 人种培养上面 肯定是有问题 所以他们就将来说 整容 整容将来也不需要了 你想眼睛变绿吗 很容易 对 这个是 现在是人理上是有问题 伦理上有问题 16年那时候 IBM他们有个案例 就是 就是有一个人 得了一个特别罕见的 日本人 得了特别罕见的 一种癌症 但是他就跟基因相关 但如果你一般去 找这个基因呢 你要 大概要 他们说跟我说 读那个论文啊 要读那个 上海大厦那么高 就论文叠在一起 有三百多米高 你人读不出来嘛 后来就用机器人来读 读了以后 大概一天不到时间 读出来 后来把那个基因找到 然后就把那个女的救活了 这是16年 特别著名的一个案例 就治疗是 通过基因剪辑 来治疗 但你刚才讲的 把他眼睛变绿 变蓝 长出第三个手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这肯定是叫做伦理问题 那他背后一定 那有伦理问题 背后第一个是 我们要先把 要 问题是你改变的东西 其实我们对他未必了解 对 你被改变的东西 你认为他跟 他跟A相关 他其实还跟 跟B相关 但我们不知道 人类认识边界有限 可是不管跟什么相关 我们要先把它 界定为直病 现在比较能够开放的 你刚刚也说了 那是病 我们治疗 要把它Define 把它界定 定义为直病 才会比较好办 可是背后的 整套的伦理的问号 其实不是新的东西 一直以来 不是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地方都说 那一个群体 可能这群体是什么呢 口级 讲话口级 像我这样搭舌头的 不适合生存 可能用种种的方式 滅绝 甚至至少把它隔离 其实它的理由也听起来 对他们来说很充分的 不然他们会把我们整个群体 纳粹就这个说 对啊 然后有些人说你智力差 甚至你皮肤黑的 皮肤有某种颜色的人 就灭绝等等 你会让我们 сделать 有一次 利